今天为各位介绍两款超好用的判读条码是否正确的APP工具 第一个就是HBS是由JS1匈牙利开发的APP 另外一个就是JS1 Japan Scan是由JS1日本开发的APP 这两个软体的特点是可以针对产品别或应用环境不同的时候 对于印制的条码不同的一个判读方式 第二个尤其是医疗产业的朋友们 印制条码的内容是必须符合法规与接触案的规范 这两款APP皆可设定医疗器材或药品来判读它的条码是否携带正确的资料格式内容 首先第一个HBS的APP免费下载的地方是在左下方 大家可以读取它的一个条码QR Code以后就可以把这个APP的软体下载到你的一个手机上面 但是这个软体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一定要先做公司名称的注册之后 再以个人公司的email注册并且在收到认证email的信以后开启才能够使用 那下载成功之后呢 大家可以把它点选以后就可以看到右下方的一个画面 那这个画面呢首先跟各位做一个说明就是你必须在设定的地方去选择你使用的一个环境 比如说如果你是医疗器材或者是你是属于药品的话 那你就去选择属于适合你的一个产品别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条码的一个设定 再从这个画面开始这个条码的一个扫描 如果说今天开始是少了一个GS1DataMetric的格式的一个条码 它在这边就会显示一个GS1DataMetric的一个格式的一个说明 那它会把你所有这个条码所携带的资料内容解成原始资料显示在这边 然后它会根据分段的一个资料内容拆解在下面里面做说明 比如说这一个资料内容第一段是携带GT码的部分 那它就会把GT码14码放在这个位置 那接下来的部分呢是属于10的部分 10是我们所谓的P号的部分 那它就会把资料内容格式拆解在这边 最后一段呢就是一期 一期呢就是带下期的部分 那它就会把下期的资料内容显示在这边 那如果你是一个标准的一个资料的一个条码的话 它在这边就会显示一个标准的一个字眼 那如果你的条码是不标准的不符合药品的一个法规 或者是医疗器材的一个法规的一个要求的话 在这边就会出现一个非标准的字眼出来 那第二个呢是所谓的JS1 Japan Scan的一个开发软体 那基本上在左下角也就是它下载的一个QR Code的地方 下载完以后在你的手机上面就会显示一个JS1 Japan Scan的一个图例 那这个图例你把它点选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一个条码扫读的一个界面 那你就去选择你是属于医疗器械呢还是属于药品的部分 好那读取开始 那针对这个条码呢它就可以把资料读取出来以后呢 属于医药品的部分那它就会分段的把这个资料内容显示在你的一个画面上面 最后有两个重要使用这两款的APP的一个结论 也就是说以上两款的APP工具主要是在判读条码 携带资料的内容与格式是否正确 用以判断条码产生的软体产出的条码图档资料是否无误 不是用来查询商品资讯的APP 因为是用手机来读取条码 被一般的一个条码扫读机 所以只能确认你制作的条码资料格式跟内容是否正确 却没有办法确保你最终印刷的品质都好坏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